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七浪房车赵经理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全新的一个布局 是一个V90短轴高顶座的一个后置厨位 大家一直对后置厨位这个布局非常感兴趣 那么现在我们用了一台短轴高顶的V90来制作 大家一定会被惊艳到 那么一会儿我带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个布局 这个车 首先这个车是V90短轴高顶的一个地盘车 车长是5米18 车宽的2米 高度是2米65 挂蓝牌C道采用的是2.0T的柴油发动机 6AMT的一个变速箱 是一个客运地盘打造的一款B型房车 非常适合二人事业 包括家里面可能有个三四个人 也可以这种布局 也可以三四个人乘坐 三四个人休息 非常的经典 这是全新的一个布局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跟着镜头 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个布局 首先我们看一下车身的外侧 副驾驶的后方 这个小白点 它是支阳棚的一个前置斜拉扛风之角 中门的下方是电动踏步 随着车门进行收缩开启 车身右侧的玻璃 它是可以侧推 通风换气的 行车中也可以打开 车顶上方是一个2米乘2米5的支阳棚 支阳棚的下方是户外灯 中排我们看到 这个是冰箱和微波楼的一个强排三十风扇 感知温度自动排风 再往后呢 大家看到这个是后置支阳棚的一个 后置斜拉扛风之角 我们现在来到车身的尾部 看一下尾部的一个结果 尾部呢 这个顾客没有选装爬梯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选装爬梯 就是在车身的左侧 加了一个玻璃缸的爬梯 右侧呢 顾客装了一个备胎支架 而且这个备胎壳呢 是硬质的 看起来更加的高档 更有越野车的感觉 车顶上方呢 是后置摄像头的一个镜头 非常的漂亮 再往底部呢 我们排气管上 安了一个防静电的装置 它是和排气管连在一起的 一物车身上有静电的 直接倒到地上 保证我们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我们现在再来到车身的左侧 看一下左侧的一个结构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是清水浆的一个夹注口 这个清水浆呢 是个重力注水口 平时我们用小水 用水管啊 把插入这里面 这个是重力注水口 插入这里面 给我们清水浆注水 上方呢 是12伏的一个长电电源 我们随时要纵纵一个 12伏的小水泵 距离远的话 你可以贴桶 给这个清水浆进行补水 补完水以后 盖上盖子 把这个锁起来 这样保证我们用水的安全 再往前呢 是个外接湿电口 我们现在开始用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 新农员的一个充电口 在家里面 或者是在户外 用到220伏的 一个新农员充电桩 装的话 直接就可以给 电池进行充电 再往下方呢 是个电池和逆变器的 一个强排自风扇 强排散热风扇 感知温度 自动排风 然后呢 正驾驶的后方 这个小舱门 里面是柴油箱的加入口 还有我们的尿醋箱的 一个加入口 全车贴了 专手老哈 非常的漂亮 当然你也可以 根据你的需要 贴与不贴 这个就是V90 短轴 高顶的一个B型房车 一会儿我们到车内 去看一看内部的布局 现在呢 我们来到车身的中门 打开中门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 它是随着车门收缩开启 现在已经开启了 打开车门 自动伸出来 关上车门 自动输进去 然后呢 中间呢 是一个快拆式的升降桌 这个桌子是可以快拆的 而且是可以升降的 面呢 是奶磨防水防滑的 外侧两个背架 内部呢 是一个垃圾楼烟灰缸 中门这个座椅 是个单人座 是可拼床的一个单人座 然后下方呢 座箱我们开了一个孔 这样的话 方便顾客拿一些东西 也将有一个储物空间 标配一个灭火器 这个车呢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四座版的一个布局 正驾驶一个 副驾驶是两个座 中间呢 是一个单座 是一个纵制上下铺 大家看到 正驾驶后方呢 是一个纵制上下铺 非常经典的一个短轴的一个 后置厨位 纵制上下铺的一个布局 我拉一个远镜头 让大家再看一下 车型的右侧 现在呢 我们来到车内 还是老规矩 先看一下驾驶室这一块吧 首先这个车 它是一个四座版布局 正驾驶是一个座椅 副驾驶呢 是个双人座 第二排呢 是一个单人座 是一个单人座 这是四座版 而且这个副驾驶呢 是可以三百六十度 向后旋转的 向后旋转以后 副驾驶双座 和这个第二排的单座 能形成一个对座的区域 可以在这吃饭 聊天打牌 非常方便 并且这个床上 还能再坐一个人 这个就是一个四座版的 一个布局 然后这个桌子呢 是一个快拆式的桌子 它是可以升降 也可以取掉的 面也是耐磨防滑的 然后外侧呢 是两个杯架 里面呢 是垃圾楼烟灰缸 拼床的时候 这也可以拼一个 简易的单人床 就是副驾驶向后旋转 和这个第二排的卡座 它这个功能性座 也能拼一个简易的单人床 拼床的时候 需要我们把这个桌子给取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驾驶室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定速巡航 10寸的倒车影像 GPS导航系统 这是一个手动挡的 但是如果您需要自动挡的话 是有一个6AMT的一个自动挡 自态行车冷暖的一个空调 下面呢 是垃圾楼烟灰缸 里面有个12伏的常电电源 包括这个附件 正驾驶一侧 大家看到还有一个 5伏的一个USB手机充电座 可以给手机充电 正副驾驶的上方呢 是一个额头柜 额头柜的下方 还是老样子 是一个17寸的一个西顶电视 这个电视呢 是个WiFi电视 可以连接手机的热点 看新闻 看直播 看娱乐节目 当然小孙子的方法动画片 非常方便 还可以插U盘 顶上呢 是一个柜子 额头柜 打开 里面的储物空间 还是蛮大的 平时可以放些杂物 等等一些文件 等等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再往上呢 是一个所爱的音响 它和电视是相连的 电视是没有喇叭的 全靠它来出声音 而且音质效果也非常好 然后再往顶啊 就是一个350升350的 大的一个双向换气扇 平时住车休息的时候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就开这个双向换气扇 来通风换气 更加安全 不要开车窗 正价值的后方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上下铺 是一个上下铺 看一下这个上下铺 下铺的长度呢 是1米85 乘以80 下铺还可以拓展 拓展以后呢 变成1米1 这样的话能睡下铺 能睡两个人 收进去的话 能睡一个人 里面有这个置物网 包括这个阅读灯 还有个五幅的手机 空间座 包括这个床的下方 后半部分是我们的电池舱 和泥棉器 前半部分呢 还按了一个出空间 可以放一些我们的杂物 上铺呢 如果不用的时候 就是一个翻折的结构 就是翻到上面去了 用的时候 两边不是有这个插胶吗 插胶打开就可以了 把这个插胶往前 抠 OK 这上铺就打开了 然后把这个垫子铺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上铺 又能休息一个人 好 现在这下铺是铺好了 这样的话 上铺呢 休息一个人 下铺呢 拓展休息两个人 这样的布局啊 内部能休息一个 三个人光藏铺啊 然后里面也有这个粥啊 阅读灯 包括了五幅充电座 手机充电座 还有个小的一个置物格 也可以放一些杂物 这样的话 床铺呢 是三个人 这个拼床的话 再休息一个人 也就为这个布局呢 能休息四个人 休息四个人 出门都是在外的时候 四个座椅 休息四个人 还是非常完美的 这么小小的一个车 平时这个上铺 如果不使用的时候 把它折起来就可以 这样的话 下铺可以当沙发做人 这样的话也方便啊 就是把它抬起来 然后呢 找到这个插销 对着这个眼 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不耽误啊 下铺做人 下铺当一个长条式沙发 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V90的短轴高顶的 内高呢 是一米八三 所以说站在里面的话 一点也不觉得压抑 不觉得压抑 所有的窗户 内部都是防蚤虫 隐私的纱窗 下拉是防蚤虫 上拉呢 是隐私上下可以分开 并且这个侧腿舱 可以侧腿打开 通风换气 这样的话 把防蚤虫拉下来 这样 行车中 蚤虫还进到车内 而且我们的客座 也可以欣赏风景 非常的方便 政府驾驶的B柱上 有我们安着这个 就是隐私的一个窗帘 也就是我们 晚上休息的时候对拉 对拉以后呢 前面就可以遮挡我们的隐私 晚上休息的时候使用 并且这个B柱上 安着有这个 住车水奶一体机的一个控制开关 有了它 冬天既能出暖风 还能出热水 用的时候 长按开启 长按关闭 就可以出热水 热风呢 是靠下面的一个控制开关来控制 就是热水和暖风 它可以分别控制 然后出口出的上方呢 就是我们的总共开关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八路的总共开关 控制所有的灯光 水路 冰箱 电视都在这控制 还能看到清水箱的水量 灰水箱的水量 再往前呢 就是这个 库伦记 它和电池是相连的 它能看到电池的一个基本信息 比如说电压 电流 功率 剩余电量是多少 都能看到 再往后呢 就是逆边器 就是12伏逆面的 220伏的一个逆边器 车内呢 有微波炉 电磁炉 包括220伏的插座 需要用到逆边器 就这样 打开就行了 打开就可以了 再往后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储物空间 随手的储物格 满身的 放下东西也不会掉落 可以放下 随手的一个物品 再往后呢 就有这个 小米的温度设度计 还有的安全锤 第二排 单人做的后方 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柜 上方呢 是12伏变频 分体的空调 这种效果 包括精英效果 非常出色 400日理念 能用8个小时 再往下方呢 就是我们的微波炉 其实微波炉 用处还是蛮大的 平时不用开火 就可以热一些饭菜 馒头包子 非常实用 再往下呢 是12伏102升的一个冰箱 双开门的 冷冻和冷藏是区分开的 上方呢 是冷冻区 空间还是蛮大 放些肉类等等 需要冻的食材 下方呢 是冷藏区 把它打开 里面呢 也有储物空间啊 也是蛮大的 放些瓜瓜蔬菜啊 非常方便 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储物格 可以放拖鞋 旁边嘛 还做了四个的小的储物格 可以平时放些我们的杂物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组合柜 这个车 它是一个纵制上下铺 四座版 功能区 就是一个纵制上下铺 然后驾驶室呢 是三座 后排 后排呢 是一个单座 其实这个布局也是蛮合理的 很经典啊 这个布局 然后车身的尾部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后置厨位 我们一会儿到后面去看一下 中间有个隔断门 把功能区和后置厨位 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后面 我们进到这个后置厨位里面啊 首先 正价式一侧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 它上面呢 是一个折叠式的水盆 不用的时候把它隐藏起来 更加的简洁漂亮 用的时候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翻下来 这样的水盆 包括有个冷热凉用 带花洒的一个水龙头 不用的时候把它放上去 上面还有一个 出空间可以放下香皂 而且洗漱用品 后面还有个220伏的插座 还有12伏的插座 顶上呢 是我们的一个出空间 在网上呢 有个带灯的一个换气扇 下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粉碎式马桶 这个车是带黑水箱的 粉碎式的马桶 控制按键 打开盖子 这是粉碎式的一个马桶 固定式的 然后呢 旁边呢 还有这个化妆镜 可以使用 副架式一侧 副架式一侧 大家看到 是一个灶台 上面呢 有个带盖的 不锈钢的水槽盆 盖上以后 当气带板使用 一个冷热凉用 带花洒的水龙头 洗澡的时候使用 不用的时候把它塞到里面就可以了 把它塞到里面都可以 包括有个的 花洒的固定卡位 而且有个220V的插座 还有5V的手机存在做 旁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 800瓦的一个电子炉 可以在车内 简易的逐点东西使用 非常方便 顶上呢 还是一个出户空间 里面也可以放杂物 再往下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 小的出户 也可以放东西 再往下呢 是一个抽屉 可以放我们的杂物 下方呢 也有一个出户 可以放我们的一些杂物 现在放的是我们的充电线 新农养的充电线 地板呢 是采用不锈钢的一个材质 到时候我们洗澡以后 水直接流到这个灰水箱里面去了 洗澡的时候 就是这个浴帘 浴帘一拉 对拉以后 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就可以在里面洗澡 上座使用 后门呢 两侧呢 都是防空虫隐私的一个纱窗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这个就是一个V90 短轴 高顶的一个后置 除了一个布局 把门打开 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功能区 这个车呢 内高呢 是一米八三 所以说高个子的人 站在里面也非常的舒服 全车采用的都是这种 一零级的环木板材 轻量化的一个板材 全车都是十目硬包 地板用的是 邮件上专用的加厚的地板格 这是一个浅色系的 如果您需要的话 也可以做那个重色系的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进行一个定制 高个子站在里面 我就是一米八三 站在里面非常舒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随着镜头 好好的欣赏一下 这个布局 全新的一个布局 我们研发的全新布局 现在呢 我们打开车身的尾门 这样的话 看这个后置厨位的布局 更加的清晰 车身的尾部呢 就是我们的后置厨位 左侧呢 就是一个电动式的 一个粉碎马桶 这样老年人使用啊 也非常方便 大家看到 这是电动的 有些按键 非常方便 然后折叠式的一个水盆 化妆镜 包括这样的摇杆 我们的车身的尾部 包括这个充电的时候 的一个地线 银针地毛 地线也在车身的尾部 然后啊 右侧呢 就是我们那个灶台 布局还是非常合理的 这也是顾客 非常清烈的一个 后置厨位的布局 坐在这个V90 短周 高顶的一个 底盘上方 包括左右两侧的门 里面都是防蚤 隐私的纱窗 这个就是后置厨位 非常经典 那么老规矩 视频的最后呢 对这台车 做下总结 视频里面 介绍这台车呢 是基于大通V90 短周高顶地盘 达到了一款B型房的 它是一个纵制上压铺 后置厨位的布局 非常之经典 非常是惊艳 然后它的车长呢 是5米 车宽呢 是2米1 高度呢 是2米65 挂蓝牌C道 采用的是2.0T的柴油发动机 6AMT的一个变速箱 是一个四座板 纵制向下铺 后置厨位的布局 它在车内配的是 480里链 3000瓦的逆变器 12伏变频分体的空调 12伏102升的一个冰箱 微波炉 电磁炉 助车水暖一体机 应有尽有 并且呢 这个车呢 还有一个电动式的粉碎马桶 这样老年人使用起来 会更加的方便 后置厨位呢 也方便我们在车内做饭使用 这个布局非常之经典 非常之经典 目前呢 这台车呢 售价呢 是25万 25万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其他房车赵景宇 祝各位朋友 何家安康 感谢支持 感谢观看 汇иру 嗨 背负物